中等学校啦啦队锦标赛 今年由桃园制品高中 以高难度技巧 与绝佳默契组合 勇夺高中混合家族冠军 成功打败连获五年霸主的高中冠军 董事长吴庆堂保证 学校会继续补助啦啦队所有的训练费用 坚持让学校朝多元方向发展 那这些同学我们也是会 包括在校学生也希望他能够延续过来 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这样 我们牺牲了假日的时间从早点到晚 然后也很谢谢队友以及教练 那么的就是支持我们 然后也可以不管人员的受伤 也一直支持一直鼓励 没有责慢也没有 没有责慢也没有苛责他们 就是一直在背后一直推着他们 一直往前走 这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来源